那些称得上重要的事情越来越少了 作者舒本华 生命的第一个阶段是如此之幸福 当许多年以后我们回首往事时 它就像是一座已经失去了的伊甸园 童年时代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如此狭窄有限 我们的欲望是那样些微稀少 简言之 我们的意志极少受到刺激 所以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知识的日渐积累 智力如大脑 在七岁时便可达到成人一般大小 发育得较早 尽管他也要经过一段时间方可发育成熟 当他不断地寻找食物时 他也就在不断地探测他周围世界的一切 于是生存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富有生气的东西 万物都闪烁着奇妙迷人的光彩 在人生的早期岁月 生活就其完整的意义而言 是某种既新奇又富有生气的事物 儿童对他的感情是如此强烈 以致多次重复热情依然不减分毫 在他所有的好奇探求中 他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 儿童总是不声不响地就抓住了生活自身的本质 即通过个别的知觉和经验 而达到生活的根本特性和一般的要点 或者用斯宾诺沙的术语来表达 儿童正在学习认识事物 而成人则把事物看作普遍规律的特殊显现 因此我们遇年轻 每一个单个的物体 遇象征着它所从属的整个类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上述情况逐渐消失 正是通过这种途径 一个人一生中的最初岁月 为他的整个世界观 无论他是浅薄的 还是深刻的奠定了基础 尽管这世界观 在后来人生旅途中 还会得到丰富和完善 但其实质是无法改变的 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 因而充满失忆的世界观 它对童年的时期是必不可少的 并且是由道纳时指上部发达的意志力 引发促进的 即当我们还是个孩子时 我们对获取纯粹的知识 怀有极大的热情 而对训练意志力则不甚关心 因此拉菲尔在描绘那些可爱的小天使时 尤其是在他的西斯廷圣母那幅作品中 常常爱用那种固定不变的严肃面孔 这种面孔在大多数孩子身上 都是明显可见的 童年的岁月被描绘得如此幸福欢乐 以至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 每当回想起往昔时 总是既充盈着对幸福的热望 也满怀着对昔日幸福的追悔 青春少华 他在人生的前半期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他值得留恋之处 要比后半期多得多 但由于对幸福的追逐 也难免不留下烦恼和不幸的阴影 仿佛幸福无疑会降临于生活 显然这是一个终将破灭 并使人陷入痛苦之中的美好希望 一个近乎海市蜃楼的虚幻 而又暧昧的未来制服 它常常产生于睡梦或幻想中 在我们眼前飘忽不定 于是我们便突然地追寻着 一般的年轻人无论其地位如何 他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处的地位 当他幻想自己苦处于另一种地位 而事实上又不可能时 他会将失望归咎于 他来到人世所遇到的最初状态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的人生的空虚和不幸 如果说人生前半阶段的主要特征 是对幸福的永无止境的渴望 那么后半阶段则是以对不幸的恐怖为特征的 因为随着我们身体的日渐衰老 我们也或多或少地认识到 一切幸福都是虚往不实的 唯有痛苦才是真实的 因此到了晚年 我们或者至少我们中的精明事故者 更情愿消除生活中的痛苦 并使自己的地位安全可靠 而不是去追寻绝对的幸福 顺便提一下 我可以说如果到了世蛮之年 我们更适宜防止即将发生的不幸 而在年复立强时 一旦不幸降临 则更能承受不幸的打击 年轻时我总是乐意听暗门铃声 啊我想又有什么喜事吧 但是到了老年时 我对此类偶然发生的事 与其说感到快乐 还不如说是感到沮丧可怜的东西 我以为我是什么 任何人无论他多么才华出众 优秀卓越 都会对人世产生一种类似的情感激变 因此不能说他们完全适应于这个世界 他们越是出类拔萃 就越是孤立无助 年轻时 他们有一种与世隔绝的被抛弃感 晚年时却仿佛已完全摆脱了那种被抛弃感 早先的感觉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情感 其根基是幼稚无知 后来的感觉则是令人愉悦的 因为此时他们终于了解了这个世界 其结果是人的后半生与其前半生相比 扑似一个乐章中的第二部分 高潮过后渐趋和缓 给人以一种宁静安详之感 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简单说来 即一个人年轻时爱幻想 以为人世间必定充满无数的幸福与欢乐 只不过难以碰到罢了 到了老年 他才明白这是一个美丽的幻想 于是他开始碍于现状 尽情地享受当下的时刻 甚至从繁杂的琐事中 也能体现到一种欢悦 人生经验 给予我们的最大收获是 明辨是非的能力 这是识别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 并且是使世界呈现出一种 与他在青年或童年时代 所看到的全然不同的面貌的原因 只有在这时 他才能清醒地看待周围的一切 并还事物之真相 而在此前的年月 他看见的仅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一个来自他自身的奇思怪想 或他承袭的偏见六物的世界 而那真正的世界却眼耳不见 或蒙上一层梦幻的灭纱 经验告知于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 使自己摆脱大脑的幻境 即早在青年时代 就已注入我们头脑中的形形色色的错误看法 从迄今我们一直持有的观点来看 可以把人生比作一块刺绣 一个人在其前半生所看到的只是他的正面 在后半生看到的是他的反面 反面不如正面精致漂亮 但却更富有启迪意义 因为他揭示了线是如何被绣成图案的奥秘 一个人在四十岁之前 即使拥有卓越的理智才能 也不能保证自己在对话中具于压倒的优势 因为年龄与经验虽然不能代替理智能力 远比理智能力重要得多 即便一个最平庸无能者 只要其对手是个年轻人 他的年龄与经验都能足以使他 与这个绝顶聪明的年轻对手相抗衡 当然 我这里指的是个人天赋才能 而非其作品使其赢得的地位和声誉 如果一个人少年老成诛恋事故 如果他很快便掌握交际之术 并进入社会 仿佛早已成竹在胸 那么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 这并非是什么好兆头 他证实了一种庸俗粗鄙的本性 与此相反 假如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令人吃惊和意外 并且与之交往又使人感到他的笨拙和执虐 这反倒显示了一种较高尚的品质 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 生命之路似乎延伸至无限的未来 而从老年人的角度来看 短瞬即逝时 他一定已经很老了 或者说他一定活得很久了 与此相反 随着时光的日积越累 万物却似乎显得越来越小 生命 它在我们的青春岁月 曾有着如此稳定坚固的根基 现在仿佛仅仅仅是瞬间的非事 而每一瞬间又都是一个令人迷梦的幻影 我们终于明白整个世界都是空虚 然而 对于一位老人来说 为何其生命的往昔显得如此简短呢 那是因为 他的记忆是简短的 所以他以为他的生命也是简短的 我不再记得生命中那些微不足道的部分 而许多令人不快的往事也已被忘却 于是 生命中可供回忆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了 一般说来 一个人的记忆与他的智力一样是不完满的 如果他不想让自己过去所得的教训 和曾经经历的事件逐渐被忘却 他就必须对他们不断的重温和反省 但是 我们还不习惯反省那些无价值的小事 或者一般说来 那些我们认为是无聊讨厌 即使保留对他们的记忆 最终也必然被忘却的事 但是 那类被称作无价值的琐事 正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内容 许多最初显得重要的事情 由于连续重复而渐渐变得不重要了 所以 到最后 我们实际上已根本记不清这种 重复已进行了多少次 因此 我们更容易记住早年生活中的事情 却容易忘却晚年发生的事情 我们活得越久 那些称得上重要或值得反省的事情越少 并且 为其如此 他们才能已在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换言之 任何事物 只要他们被忽略 便立刻被忘却 时间如此绵延不断 所留踪迹 却越甚 微少